很多人对甜点的最高评价都是 这个甜点好吃 不是很甜的 这甜点你配过酒吗 而且还是那种14年成的威士忌烈酒 前一阵本怀部美食播主 成功面积了我关注多年的百万美食播主 看我今天跟谁面积了 哈喽大家好 遥想当年我还不是up主的时候 我就已经默默关注了小妹 所以今天有一种粉丝见面的 没有没有 小激动的心情 我们今天要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的目的地 是另一个托哥一年的美食up主的甜品餐厅 Ando 这家一周只开三天的店 被我们赶上了夏季菜单届前的最后一场活动 尝到了五款甜品搭配两款whiskey的隐藏菜单 感受了一把盘式甜品配酒的美妙 品酒是一件颇有仪式感的事 尤其是对我这种不太会喝酒的人来说 要先闻一闻 搓搓手 搓着搓着 它的香味会慢慢地从那种前中后味慢慢地去 就散发开了 最后再来下一口 一个甜蜜蜜 一个嘴寻寻 喵呀 终于到了七代已久的甜品环节 第一道法是杏仁豆腐配杏子酱 最后倒的这个是用莲花跟辣米做的一个莲花露米 杏仁豆腐的味道一入口 一下就把我带回了小时候的鸡 随着来的是杏子酱明亮的酸 清烈又淡雅 原来还把夏天和冬天融合在一起 是这个味道 第二道 大米毛豆和胡椒的组合 除了闷成米饭 竟然还可以化成成这么精巧的甜点 顶上撒了一些日本小柚子碎 清新绵密还带着微微焦麻感 有种雨后阳光照着草地上那种清新透亮 第三道 我们一致认为是全场最佳 用最质朴的苏打饼干搭配最高级的鱼子酱 中间夹了一块融入法式精髓的日式小乳辣 我发现Ando的甜品都是出其不一意 又无比大调 来上一口之后惊觉 哇 这个搭配竟然这么妙 我遇到乌龙茶墨裴冰沙清一口 就达到了最后这个压轴 用舒芙蕾的方式来做巧克力塔 我听到我的味蕾在说 哇 厚重和轻盈居然是两个能同时存在的体验 搭配的雪啪用的是胭脂梅做成的 也就是这种万熟不熟的梅子 论一个好名字的重要性 不得不说 还是巧克力跟浓烈的威士忌左右CP改 我也不懂酒 但每次喝完看到描述 诶 温暖而长久 这个feel真的有诶 Ando在希腊语里是包含包括的意思 这个充满氛围感的空间里 也确实包含了各种有趣的元素 普洱茶包制成的灯 文物质感的餐具架 金属打磨的竹台 像一个破壳而出的小火苗 Ando的主理人是兄弟俩 有趣的物件出自弟弟之手 充满创意的甜点出自哥哥之手 墙上的画则出自他们的妈妈之手 艺术师甲该掌 然后爬上天台 三个人一起在初秋晚风风聊聊天 我在心里暗暗佩服他俩的才气 创作热情和持续创作的能力 甜品天才的灵光 或许不是我等一般人能起奇 但保持开放的心态 用心而细致的生活 念无创作 我还是愿意当做一辈子的事 那你呢 找到那个想做一辈子的事了吗 我是贝果 记得关注我